請被招編勾舉進行傾訴的作業以立雨水宣洩 是 指揮官一聲令下 群員動起來 有人負責疏散住戶 有人忙著搶救現場 這是南港區山坡地老舊聚落疏散避難演習 安排了許多情境演練 為的就是培養當災害來臨時 民眾的自助能力 以及禮林應變小組防災效率 確保居民的生命安全 我們希望這個情形 就是說當這個颱風來襲 這次是演颱風 颱風來襲的時候 那發布了這個警信的時候 那我們希望禮辦公處第一時間 就要去告訴大家 有這個信息 所以我們就會請這個 禮幹事配合禮長去張貼 然後告訴大家 所以我颱風 那先把這個門窗關好 如果你在危險肌肉 你也可以先去依親 這個是出局 當這個警戒值到達 雨量到達400毫里的時候 那就是要強制撤離 我們是禮幹事 然後禮長 然後廣播叫大家把 攜帶簡單的東西 然後我們把它引導到 我們準備好的公車 然後把它送到協調去安置 這次演習在百福里北新宮一帶山坡地 建物緊鄰陡峭邊坡 且位於土石流前市溪流的行水路上 若颱風來臨 積水淹水的機率較高 甚至有可能危害到居民的安全 在地離兆也特別演練 將民眾疏散安置的情況 因為我們百福里有發生過 淹水的水災 而且我們這個山坡地旁邊也會有土石流 那因為這個狀況 我們區公所有特別重視說 這個要喚起所有的居民有一個防災的記憶 所以這個防災演練是勢必要做的 尤其是今年在6月4號的時候有一個 有一個那個淹水的水災 就是從新區過來 我們百福里很慘 幾乎都是淹到那個大腿以上 所以整個那個公所的機具全部出動 那後來又發生到我們這邊附近山坡地 這個地方又有土石流下來 也是把大地工程處弄得 真的是人羊馬翻 所以才決定說這次的演練 防災除了政府相關單位 禮寧組織 民間團體與熱心人士的幫忙也很重要 且居民自身必須具有防災意識 透過一次次的演練修正作業程序 才能在災害發生時 立即動員迅速疏散 達到避災的目標 記者文君台北報導 記者文君